亚太报道 澳洲智库说 中国近年在新疆拆毁了多达16000座竞争寺 中国在联合国遭遇多国罕见的攻击 外交陷入惊惊 美国议员呼吁奈飞公司放弃将刘慈欣的小说 三体拍摄成影视作品 接下来就请听这次节目的详细内容 中国国家发改委、科技部等四部门 近日联合发文要加大5G建设投资 加快基础材料、关键芯片、高端元器件等核心技术攻关 有学者认为 当局这类计划经济年代的行政指令 就算有无限量的资金投入也很难有效 请听本台记者乔龙的报道 新华网本周三报道 近日国家发改委、科技部等四部门联合发布 关于扩大战略性新兴产业投资 培育壮大新增点、增长级的指导意见 指出要聚集重点产业投资领域 其中要加大5G建设投资 加快5G商用发展步伐 以及加快基础材料、关键芯片、高端元器件、新型显示器件、关键软件等核心技术攻关 熟悉半导体行业的中国业内人士湘先生接受自由亚洲电台采访时表示 即使财政拨款再多也无法研制出高端芯片 早前彭博社报道 中国准备制定一套全方位的新政策 2025年前将投入9.5万亿元人民币发展本国半导体产业 以应对特朗普政府的限制 根据启信保统计 截至今年9月1日 本年度中国以新设半导体企业7021家 而去年新设半导体企业也超过了1万家 据21世纪经济报道引述不完全统计 安徽、浙江、福建、陕西等十余省市制定了集成电路产业规划或行动计划 仅此述省2020年规划目标既达1.42万亿元 金融学者司令对本台说 研发芯片涉及很多领域 比如说新材料 这个云计算 还有呢就是工业联合体 以及部署这个5G网络 但是很明显中国在这方面是落伍的 因为中国呢 它要发展一个技术的时候呢 它很容易坠入到一个计划经济的模式当中 或者说仍然有计划经济这个调控资源的这种影子 在这里面起作用 做芯片并不是那么容易的 需要企业的这个高度的创新 中国半导体行业协会副理事长魏绍军 对21世纪经济报道说 全民一窝蜂的大搞芯片 总是凭着一种激情来发展产业 恐怕成功的几率不会很大 一个多月前 湖北武汉千亿级半导体项目 红星被爆出 存在较大资金缺口 面临项目停止的风险 红星刚刚进场一个多月的光刻机 尚未开封 即被银行抵押 武汉红星半导体项目烂尾 另外江苏南京 德科马 三年内在南京 淮安宁波 三世相继落地半导体项目 但以烂尾收场 对此学者司令说 这种情况下我们理解中国四部门推出的这个鼓励芯片行业 鼓励5G网络发展这样的一个政策效果 远近来看的这样的政策的效果会大大折扣 因为中国可能会减少于外部的世界尖端技术的这种焦虑 有可能会极大的拖延中国的创新进度 去年有大陆研究报告提出 中国集成电路从业人员只有30万人 但整个行业需求70万人和资格从业员严重不足 短期内根本无法满足行业发展需求 学者湘先生认为 中国科技落后的主因是缺乏人才 如果制度不改变 难有出色的人才 他说 科技的进步包括经济的发展 社会的文明的进步 必须是在一个开放的社会下 专制社会就不可能有这些进步 它只能有倒退 想想当年伊藤博文先生曾经跟李鸿章说过 无论天才地才一遇专制巨石奴才 没有人才你何来的科技进步呢 据半导体业内人士称 各地为了分食政府政策 这块所谓的大蛋糕 掀起投资半导体芯片热潮 截至9月上旬 全中国已有近14万个设计芯片的公司注册成立 目前烂尾的半导体项目 除了武汉红星还有南京德科马 此外陕西昆铜半导体有限公司 以全省员工的方式变相宣告项目终结 自由亚洲电台乔龙 郑日瑶 香港报道 中共总书记习近平上个月要求立法 制止餐饮浪费行为后 各地政府积极响应 河北省更就此类行为出台惩治新规 违规者最高可被罚款1万元人民币 请听记者高峰的报道 河北省制定的反对餐饮浪费规定 共有37条 根据规定 网播电视网络平台提供者 禁止制作假吃催吐 量大夺吃 夸张猎奇 暴饮暴食等铺张浪费行为 为者由广播电视等有关部门 给予警告 责令改正 如情节严重会处以罚款 并可以责令暂停相关业务 规定提出 婚丧嫁娶和宴请要从简 公务活动严禁以会议培训为名 组织宴请或者大吃大喝 学校和幼儿园则要设立激励机制 引导学生珍惜食物 地方政府部门应建立投诉举报制度 餐馆被视为餐饮浪费的重灾区 根据规定 餐饮经营者如果不建立制度 提醒顾客简约用餐 最高可罚款500元 而如果诱导消费者过量点餐 或者设置最低消费 最高可被罚1万元 独立学者吴作来表示 河北省市农业和人口大胜 而且临近北京 粮食供应被付很大压力 当局却不从自身解决问题 反而往下卸责 压力大 它就只好出台这么一个政策 它这个中央 它就把这个粮食问题 下压到地方政府 每个地方政府的这个粮库 它必须要达到一定的层出量 所以地方政府 那就是潜力的配合 把压力压到这个民间社会 疫情过后 中国当局一直提倡 以消费拉动经济 吴作来认为 新规定落实后 民间会出现不少矛盾 疫情造成的这个行业 本来就已经收入锐减 现在这么一搞 人家都不知道该怎么做菜了 有些人点多了 他不爱吃 那怎么办呢 如果大胞回去 能够带回去 那也可以 不允许带回去 你不吃了也算浪费 会得了很大的麻烦 给民间社会造成了很多的 矛盾冲突和困惑 规定没有提到 当局具体会如何监管 牵引经营者 吴作来认为 执法部门的积极性 势必与利益挂钩 如果地方上这些执法机构 觉得这是一五里一刻头的事 他就会一直做下去 如果这个事很难发到款 那肯定这些执法部门 他何必去找别人麻烦呢 看别人脸色呢 执法部门的这个一出门 他想的是怎么去赚一点钱回来 但是你想象这么大的一个数字 一个饭店一天能赚多少钱 这是中国大陆首部专门治理 餐饮浪费的省级法规 日前获得河北省人大常委会 审议通过 11月起实施 除了河北 广州近日也计划立法制止 餐饮浪费 上星期公布的征求意见稿 把每年8月第一个星期 定为反餐饮浪费宣传周 并规定餐饮服务经营者 主动针对过量点餐行为 提出劝告 产厅不得设置最低消费额 否则最高可被罚1000块钱 在广州居住的异议人士 王爱中批评词句流于形势 执行上有很大困难 你不可能每个仓广去查 人家每一次消费的账单 仓广的账单其实也是可以作假 所以它会流于形势的可能性很大 自身住地方责买部门的腐败问题 因为这个仓广为了逃避 可能会对地方的一些责罚部门行贿 王爱中说 节约肯定值得提倡 但透过教育才能起到效果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近日表示 中国的餐饮浪费现象已到了触目惊心的程度 有必要通过立法等措施制止有关行为 有分析则认为 习近平的举动与中国粮食大量依赖进口有关 尤其美中关系冰封下 不排除中国在可见将来会面临粮食危机 自由亚洲电台记者高分香港报道 在本周举行的联合国大会上 不少国家都对中国提出了严厉的批评 指控北京当局在新冠疫情 人权和南海等问题上 为了自身利益而践踏国际规则 一名英国官员还在周五再次呼吁中方 在香港问题上切实履行承诺 并允许外界进入新疆调查人权状况 中国在外交上的窘境到底有多糟糕呢 以下是本台记者驾傲的报道 美国总统特朗普周二在联合国发表的预录讲话中 打算了抨击中国的第一炮 他说中国是新冠疫情的罪魁祸首 并指出中方官员在发现病毒后 试图隐瞒事态的严重程度 导致病毒快速过散 特朗普表示 国际社会必须让中国对此负责 在联合国安领会周四举行的全球治理会议上 美中两国官员就新冠疫情的责任归属 唇枪舍战发生言语冲突 中国外交部长王毅首先影射美国等国 决定不把新冠疫苗列为国际公共品 提供给全球民众使用 有违多边主义精神 美国驻联合国大使克拉夫特对上述评价 和中俄等安领会成员国的其他表态深感愤怒 他指出 这些国家把这个交流的机会 浪费在了政治恩怨上 而美国会继续做自身认为正确的事情 即便这些行为并不受欢迎 法国总统马克龙周二则在联大会议上 要求派遣国际代表团进入新疆展开调查 他说 基本人权是个普世价值 并不只是西方国家的价值观 任何国家不该把人权问题视为内政 他显然指的是 每当西方社会提出中国的人权问题 中方一贯意不能干涉内政进行驳斥 美国纽约城市大学政治学教授夏明认为 新冠疫情让中国陷入了空前的外交孤立局面 这在本届联大会议上得到了充分体现 不但如此 就连在任内长期对中国保持温和态度的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 也在联大上对中国发难 他周二在视频讲话中指出 海牙仲裁法庭就南海主权问题的裁定 已成为国际法的一部分 没有任何让步的余地 而任何政府都不能弱化或摒弃这项裁定 海牙国际仲裁法庭2016年就菲律宾指控中国的九端线主张 违反了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做出宣判 裁定菲律宾胜诉 另外英国官员周五也在联合国再次对中国 处理香港问题的方式提出了质疑 英联邦和海外领地事务国务大臣塔里克·埃哈迈德说 北京当局通过香港国安法 显然是为了清除意见 并呼吁中方履行中英联合声明赋予港人的权利和自由 他还敦促中方允许国际调查人员进入新疆 指出当地文化和宗教正受到严厉限制 多达180万人未经审判便被拘留 华盛顿人权组织公民力量创办人杨建利表示 国际社会必将会在疫情和新疆等问题上 持续向中国追责 我觉得国际社会最后肯定对于疫情的问题会有个说法 另外一个就是新疆的问题 新疆的问题最近几年成为全世界都关注的一个 21世纪的非常严重的反人类事件 中共在各地都受到了指责 谈到中国的外交风格 战狼外交无疑是个热词 这个丰明网络的说法来源于热应的 中国军事题材系列影片《战狼》 描述了中国外交官在国际舞台上 剑驱强硬的立场 英国恐怖公司 此前总结了中国战狼外交的特点 包括言语攻击外界对其的指责 以棒指棒地回击未经证实的言论等等 当被问及战狼外交时 中国外交部长王毅在今年两会时说 中国从不会主动欺凌别人 但对于蓄意重伤 中国必将作出有力回应 以捍卫国家荣誉和民族尊严 不过有迹象表明 中国近期明显有收敛战狼外交的意图 近两个月来 王毅、杨洁篪、崔天凯、乐玉成等多名中国官员 相继放软化 呼吁给急转直下的中美关系踩刹车 美国政治学者夏明分析说 随着国际压力日益增强 中国目前有转功为首的态势 加拿大外交部长 商鹏飞近日表示 四年前启动了中加贸易协定谈判 已经终止 因为他已经看不到 推动谈判继续下去的条件 舆论认为 这条消息显然透露出了 家方对中国外交政策的不满 基于RG电台记者 骄傲华盛顿报道 中国和梵蒂冈之间有关主教任命的协议到期前夕 罗马教廷释出续约的信号 引起美国不满 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公开抨击梵蒂冈的举动 随后美国国务院宣布 蓬佩奥将于下周访问欧洲 并会与梵蒂冈高级官员举行会谈 双方是否会针对梵中协议 以及中国宗教状况展开讨论 成为外界关注的焦点 今天本台记者韩杰的报道 美国国务院稍早表示 国务卿蓬佩奥将于9月27日至10月2日访问南欧 期间会与梵蒂冈国务卿 书记主教博罗林 以及梵蒂冈外交部部长盖拉格等 教廷官员会面 但没有和教宗见面的计划 另外 蓬佩奥也会在美国驻教廷使馆 举办的保护宗教自由研讨会上发表演讲 美国国务院一名高级官员 星期五在背景说明会上透露 美方将在讨论会上重点提及 中国侵犯宗教自由的状况 其中包括新疆穆斯林少数族裔 以及中国天主教徒遭遇的迫害 并在相关议题上与教廷寻求合作 他说 我相信我们双方都希望推进人权 还有维护宗教自由 国务卿最近也已经公开表达了这样的立场 我们对能有机会亲自和两位教廷的高层 交换意见感到高兴 上述美国官员提到的表态 是指美国国务卿蓬佩奥 于18日在美国宗教杂志第一要务上撰文 强调两年前签署的中华协议 没有保护中国天主教徒 免受中国政府的迫害 当局依旧持续拆毁教堂 监视和骚扰信徒 坚持中共在宗教事务上的权威 蓬佩奥还警告说 若梵蒂冈续签协议 这将危及其自身的道德权威 尽管围绕着中凡协议的争议 络绎不绝 不过路透社早前的报道 引述消息人士披露 梵蒂冈方面清楚中凡协议不完美 但认为该协议是在中凡断交近70年后 能够让梵蒂冈和北京对话的直接管道 长期关注中国宗教状况的 英国保守党人权委员会副主席罗杰斯 接受本台记者采访时表示 相信梵蒂冈签署协议 并希望持续与中国保持沟通的出发点是正面的 但是 从中国政府不断压制教会的趋势来看 协议不但无法保护中国的天主教徒 反而可能使他们面临更严峻的困难 我想梵蒂冈可能将拥抱中国人民文化和拥护中国共产党给搞混了 值得注意的是 天主教媒体天亚社不久前发布消息说 江西与江教区多位拒绝加入三字爱国教会的神父 遭到江西民族宗教事务局的警告 要求他们从9月1日起 不得以宗教教职人员的身份从事一切宗教活动 并派员到他们家中监视 另据香港01报道 中国国家宗教局局长王作安 近日在上海举行的三字爱国运动70周年纪念会上高调宣布 三字爱国运动使得中国基督教彻底摆脱外国势力的影响 未来要把推进基督教中国化作为基督教工作的主线 不断增强五个认同 罗杰斯形容 中国政府似乎正在通过加强对中国各信仰人士的打压来暗示 威胁梵蒂冈 延续中藩主教任命协议 北京当局作为中藩协议的受益方 其行为非常具侵略性 就好像中国官方在向梵蒂冈暗示 如果不续签协议 中国天主教徒的待遇会更加糟糕 但是从中国目前践踏宗教自由的严重程度来看 他们的处境还能更糟糕吗 自于澳洲电台记者罕见华盛顿采访报道 澳洲战略政策学会日前发表的最新研究结果 反驳了中国政府去年12月宣称 新疆培训学员已经全部结业的说辞 并发现当局已经在新疆建立了超过380座集中营 多达16000座清真寺被拆毁 以下是本台记者蔡玲发自巴黎的报道 澳大利亚战略政策研究所24日发表最新的 新疆数据计划网络资料库研究结果 25日又依此研究指出 中国当局近年来在新疆拆除了数千座清真寺 研究所报告说 新疆约有16000座清真寺 依照政府政策遭到破坏或拆毁 这个数字是根据数百个宗教圣地的卫星图像 及统计模型估算 2019年英国《卫报》调查资料就指出 过去三年来 中共所摧毁的清真寺 多达1万到1万5千座 占新疆清真寺总数的7成 澳大利亚战略政策研究所也证实 多数破坏事件发生在过去三年间 估计有8500座清真寺全会 至于乌鲁木齐及克什市中心之外 则有较多的破坏情形 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发言人迪李夏提说 根据战略政策研究所的报告 许多逃过拆除命运的清真寺 也被移除了圆顶及宣礼塔 估计新疆各地完好及只有受损的清真寺 不及1万5千5百座 是新疆自1960年代文化大革命以来 清真寺最少的数量 相较之下 研究所调查过的新疆基督徒教堂和佛寺 都没有被拆毁或破坏 该研究所也指出 新疆重要的伊斯兰圣地 有将近三分之一被移为平地 包括圣灵 墓地和朝圣路线 迪里夏提说 为了进一步的强化和取缔 维吾尔的宗教信仰 当局在当地强制拆除该地区 人们警官中具有 伊斯兰元素的实体象征 大量的清真寺 造中国当局有计划的摧毁 同时当局又严厉打击 几单宗教的名义 严禁维吾尔集职签和返修清真寺 为了摧毁新疆维吾尔穆斯林的信仰精神 中国有计划的推动清真寺整改运动 例如在2016年将西疆阿图时事的 托库勒清真寺捣毁 破坏其敬拜场所 并在两年后将内部改造为公厕使用 尽管当地并没有观光客进入 这个举动被认为是 彰显中共羞辱维吾尔人 和其他穆斯林少数民族的幼稚举措 中国推出的清真寺整改 是有计划有步骤地拆除和亵渎 数以千计的穆斯林敬拜场所 宣礼塔、公墓和坟墓 其中包括位于绿洲城市和田以北 有影响力的标志性建筑物 伊玛墓阿西姆之墓 历史学家巴拉提就将这种施暴手段称为精神上打垮 河南省一千多座清真寺也在中国政府名领下遭到强行整改 必须改造成中国化样式 当地阿轰表示 政府官员威胁说 谁敢抗议或抵制国家政策就逮捕谁 自由亚洲电台记者赛琳巴黎报道 长期关注新疆少数民族人权问题 并揭露当地再教育营内幕的哈萨克斯坦阿塔朱尔特志愿者组织 近日决定迁往土耳其 原因是不堪当局骚扰 该组织强调将继续为新疆少数民族提供人道援助 以下是记者乔龙的报道 阿塔朱尔特志愿者组织创办人塞尔克坚表示 该组成员在哈国境内不断受到包括当地政府 安全部门人员的各种骚扰决定将该组织搬到土耳其注册 同时他们会继续关注新疆 哈萨克等少数民族事务 塞尔克坚本周五接受本台专访时说 阿塔朱尔特志愿者组织无法展开工作 被迫前往他国 现在所有的阿塔朱的成员他们的头上悬挂着一条罪名 当局给我们立案调查 而我的头上有两个刑事案子 给我们的律师说是这个案子现在已经撤下了 可是他们没有正式的署面的刑事 没有通知我们 这就说明他们随时可以激活 随时可以逮捕我们 塞尔克坚还说他们在哈国不断受到 亲中人士的诽谤也遭政府骚扰 他决定把阿塔朱尔特志愿者组织搬到土耳其注册 他说 因此我特地来土耳其 我想把阿塔朱尔特志愿者组织在土耳其注册 通过这种方式 阻集更多的有关新疆在交集中营的信息 帮助从集中营里面出来的哈萨克里面 他们都失去了他们的健康 要送他们到欧洲或者美国 坚持他们的身体 阿塔朱尔特志愿组织成立于2017年 当年正式中国政府在新疆大规模 积压少数民族穆斯林 没收他们的护照和外国绿卡 当时也是形势最严峻的一年 在同一时期 新疆各地的清真寺遭到强拆 古兰金造焚烧 清真寺阿红 少数民族作家 记者 电视台主播 或商人 被送入教育营或判刑 阿塔朱尔特志愿者组织 因大量披露新疆在教育营内幕 还协助逃亡到哈国的哈萨克族 维吾尔族及克尔克兹族人 寻找失踪的亲友 去年被哈国 清中华人华侨团体30多人联名举报 指该组织和塞尔克坚破坏中哈友谊 要求法院裁定其为非法组织 塞尔克坚说 哈国政府与中方关系良好 有逃到哈国的哈萨克族人被遣返 其中去年就有24名 从新疆逃到哈国的哈萨克族 被遣返 目前还有5人 尚未获得哈国难民身份 他说 本台曾采访过多名从新疆教育营获释者 听他们讲述在教育营受到殴打被注射不明药物 对此塞尔克坚说 中国当局给他们到底进行了什么样的实验 集中营里面出来的人都是焦虑恐惧自闭甚至有自杀的倾向 好多人都是无怨无的跟自己的家人打架呀吵架呀 阿塔朱尔特组织成员热伊斯汉对本台说 该组织的核心工作是营救在中国境内受到迫害的各族群众 维护他们的基本人权 阿塔朱尔特组织运作以来曝光了上万起的各类人权被侵犯的案件 向全球全世界曝光了中共在东土确斯坦的劣行 惨无人道的民族灭绝政策 中共周边的这些国家又迫于中共的威胁 不敢于公开的对抗中共的这类恶行 塞尔克坚对本台说 目前仍有很多哈萨克人被积押在新疆教育营或监狱 有的被判刑十多年或二十年以上 也有的人下落不明 将在土耳其成立的阿塔朱尔特组织 将继续披露新疆哈萨克等少数民族穆斯林受打压的个案 并协助逃离中国的哈萨克人辅欧洲之病 自由亚洲电台记者乔龙香港报道 疫情持续之际 中国当局严打资金外流 导致澳门博彩行业面临空前危机 过去两个月以来 用作大陆豪客赌钱的所谓贵宾厅户口 相继出现挤兑风潮 引发恐慌 业内人士估计当地撤资规模可能高达10亿美金 以下是记者高峰的报道 中国当局上月采取措施打击资金外流 被认为矛头指向澳门的博彩企业 导致当地早已出现的撤资潮进一步加剧 以博彩中介人形势经营的赌场贵宾厅 首当其冲 部分贵宾厅更传出限制提款 甚至倒闭 一度出现挤兑人笼 关注博彩业的澳门媒体人崔子昭表示 现金紧张下 近期贵宾厅相继调整兑换现金码 这犹如银行挤兑一样 引起民众恐慌 他有设定现金交易的上限 有一些赌场可能是300万 有一些是200万左右 这个数额以上的话 他必须要提供一个巨额交易报告 相当于就是他要等 他用那个现金码去兑换成现金的时候 他一定有一个娱乐的交易 就是你要参与博彩 因为他怕你这个钱怎么来的 最终目的就是要限制这个资金流动 对于中国当局来讲 其实现金流动是一个非常危险的事 因为他没有记录 以往澳门博彩业主要依靠 陆路运送现金过关 但封关影响运输 加上大陆严厉打击洗黑钱 紧盯银行户口大额交易 以大陆豪客为对象的贵宾厅 只好另想办法 澳门的贵宾厅 他那个很大作用就是 借款是给那些豪客去赌的 他赌完钱之后 如果他输了 输光了钱之后 他回去中国之后 贵宾厅会有人去中国去找他还还 然后用各种的办法去运回来 但是现在中国的限制是越来越强了 所以他可能会透过一些地下钱庄 去把这个钱就汇款 汇到去澳门 但是这样的话 他会有收这个手续费 手续费的话 对依赖这个贷款 收利式的这些贵宾厅来讲 是会影响到他的利润的 澳门是全球最大的赌场枢纽 根据媒体报道 走资潮实际的金额 高达10亿美元以上 贵宾厅这些账户 他们存款这些动辄是 数千万的港币的 如果从7月到现在 我算他每个人是一千万港币的话 其实计算下来 其实有上十亿多的美元 其实是合复产利的 因为他这个很多的客人 他是很 以前是很愿意存很大币的钱 到那个贵宾厅 为什么 因为其实他有利润的 因为经济好的时候 他贵宾厅也提出 2%或3%的所谓利息 但是现在内地的打压 他们可能会很怕 这些贵宾厅觉得不安全了 上月 珠海广东和其他省市 逐步恢复澳门个人 游自由行签注 但当地博彩业未见明显起色 根据官方数字 上月博彩收入同比下跌95% 已连续下跌11个月 而且连续五个月 同比跌幅超过九成 澳门民主派立法会议员 欧锦辛表示 封关下澳门赌业惨淡 经济面对空前危机 去年整个政府公共开支 至1100多亿 博彩的税收超过1200多亿 基本上我们整个政府的税收 大部分是来自博彩业的 今年发生这个疫情 博彩收入减少了90%多的时候 上映我们的博彩税收 可能从原来1000多亿 现在可能100个亿 也不到的情况下 对澳门整个政府来说 这影响非常之大 我们现在今年来说 这就是依靠过去 二十年绿基下来的几千亿 来支援这个政府的运作的 据了解 卫彬中介行业 约占澳门博彩业 总收入50% 去年达到365亿美元 业内人士期望 星期三全面恢复 大陆游客自由行 有助博彩业 从谷底反弹 自由亚洲电台记者高分 香港报道 台湾中山科学研究院 24号晚间 在东南部外海进行火炮试射 同一时间 中国解放军报官方微博 于24号发布 东部战区火箭军 骑射10枚东风11A型弹道导弹的视频 军事专家认为 这只是用例行性的演习 做信息操作 以达到宣传效果而已 以下是本台记者黄春梅 发自台北的报道 台湾台东成功证24日晚间传出巨像 根据报道 依据无限高弹道高度研判 中研院近年都在进行强攻专案的 天工三增程型防空飞弹试验 今年也曾分别在4月与6月 两度在同一区域进行专案飞弹测试 中华战略前瞻协会研究员 接种接受本台访问时指出 飞弹研发过程 本来就要进行一定次数的试射 中科院不是部队单位 其实还是在测试阶段 本来每隔一段时间 就会进行相关涉及来验证 相关性能有没有问题 天工三型飞弹的射击高度 由45公里提升到70公里 可以在中国导弹进入平流层之前 予以拦截机会 由媒体封为台版萨德 接种分析以目前媒体透露的讯息 天工三型飞弹希望增加可拦截高度 可以看出它是希望能朝向拦截弹道飞弹去发展 因为如果只是拦截战斗机的话 高度不用拉到这么高 射高的部分我相信中科学比较是没有问题的 那接下来要解决的就是 更重要的就是我们那个雷达的追秒的能力 因为最后的阶段你还是要用射控雷达去导引 弹道飞弹落下来速度又非常的快 所以你的雷达的精确度要非常的准确 就在24日同一天 解放军报官方微博发布影片报道称 东部战区火箭军某飞弹旅近日在野外助训场实弹演练 这一次发布火箭军骑射10枚东风11A的影片 直接点名演练就是主要对台东部战区火箭军 针对意味相当浓厚 台湾全球防卫杂志采访主任陈国明提出 看到解放军在夜间试射 代表火箭军备战是24小时日夜兼备 东风11 15早在1996年后已经曝光 虽然是十几年前的飞弹 但是射程笼罩全台湾还是有效 接种却认为影片故意标示东部战区 但是注意看发射画面确实一片黄沙 不可能在沿海地区 从画面来看这应该是各战区火箭军部队 例行性进行实弹射击 射击的地点应该是在内陆 接种提醒解放军故意释出这样的影片 只要观察它的相关战术作为 以及装备的概况 其他保持冷静就好 因为解放军本来每年就会例行性 抽掉一个火箭军的单位 到一个基地去射击 不必随之起舞 自由亚洲电台记者黄春梅台北报道 中国大陆国台办射台系统 一连七天发动九二共识宣传攻势 却受到台湾朝野的冷遇 前总统马英九呼吁国台办 要还原原汁原味的九二共识 也警告蔡政府政策若挫 千万人头落地 民进党籍立委则指九二共识 已成为一国两制 台湾人不会接受 请听记者夏小华发自台北的报道 中国大陆国台办23号起透过新浪 微博和今日头条以及环球网 连续七天逐日刊发九二共识答问及 包括双方达成九二共识的经过 解释九二共识的意涵等等 在台湾力推九二共识的前总统马英九 叮咛北京要尊重历史 我觉得大陆能够站出来面对九二共识 我觉得是一个好现象 但是一定要把它做一个符合历史的澄清 九二共识它的内容就是 一个中国各自表述 九二年原汁原味的九二共识才有说服力 马英九22号到嘉义中正大学演讲时 指出国民党内部对九二共识也提出质疑 但请提出替代方案 可以同时处理两岸主权跟定位的问题 否则一旦政策错误千万人头落地 24号记者追问谁的人头落地 马英九说 当然是人民啊 发生战争的时候死的多数是人民啊 当然我们不希望有任何战争的发生嘛 中共最近几天啊 军机频频在台湾附近来自于进入我们的这个中线 这个我觉得应该呢到此为止 对马英九所说 错误政策会令千万人头落地 行政院长苏贞昌24号被问到此事只说 我不想讲他了 而对国台办推出九二共识文宣公事苏贞昌说 中国其实不必这么忙啊 他只要好好的照顾好他自己的国民 让台海平静 其实才会更赢得台湾人民的好感 整天飞机船舰绕台 整天出言动吓 总算要再怎么驱弄文字 其实台湾人只有越来越恶感 台湾主管两岸事务的大陆委员会发言人 邱锤正在24号的例行记者会上则表示 台湾人民向来反对中方倡议 一中原则的九二共识的立场是一贯的 也从未接受任何消灭中华民国主权的政治主张与框架 我们也不会在威胁压力下屈服 九二共识已翻过了两岸关系历史的一页 中国大陆选在此时 发起近来已经较少提及的九二共识宣传公事 有大陆涉台学者认为台湾与美国关系快速升温所致 前台湾国防部副部长林中斌接受自由亚洲电台采访 则议测是北京走回软硬两手的基调 民进党籍立委范云接受自由亚洲电台采访则认为 好像机器当机一样重复讲一样的内容 这我不大把他这个共击扰台 事实上是对台湾人民对他们的恶感是越来越强 那如果九二共识就是一国两制的话 台湾又知道香港的一国两制已经变成一国一制了 对不对 就不可能会想要屈从他们这种群色的方式 那只是让台湾人民的心离中共越来越远 而且讨厌中共的鼓励越来越高 国民党青年团总团长田芳伦 又怎么看国台办的九二共识的攻势 九二共识这个东西其实在现在的台湾2300万人当中 其实是没有办法取得一个共识的 光在台湾内部就没有办法有共识 所谓九二共识的存在当时是一个模糊的事实 就是我们不要把这个事情讨论那么清楚 大家才有谈判的空间 那现在既然要把话讲得那么明白了 我觉得大家就谈判都会有困难 自由亚洲电台记者夏小华台北报道 美国田纳西州参议员 马莎布莱克本等五名联邦参议员 致信美国流媒体平台 奈飞公司总裁泰德·萨兰多斯 敦促他重新考虑拍摄中国作家刘慈欣的科幻小说《三体的决定》 理由是刘慈欣曾为中共的新疆政策进行辩护 请听本台记者薛小山的报道 美国议员在公开信中提到 刘慈欣2019年接受纽约课采访 被问及新疆维吾尔人遭受的镇压时说 难道你宁愿让他们对火车站和学校进行恐怖攻击吗 如果非要说中国政府有什么作用 那就是帮助他们发展经济 摆脱贫困 奈飞本月初宣布 《三体》将由《编与火之歌》编剧 参与翻拍成真人版英文剧集 刘慈欣将担任制片顾问 旅居土耳其的维吾尔青年作家 玛利亚·苏尔坦告诉本台 刘慈欣的言论表明他依然为逃脱青少年阶段 被灌输的文革思维 今天上半晚维吾尔和哈巴克族等那些人 被中国政府虐待 一个作家的承赞这么个罪 是对文学 对自由主义的侮辱 刘慈欣承赞中共的罪 给我们证明了中国文化大革命尚未结束 毛泽东60年代 60年前说文学是为了政治而存在 《三体》中反复出现的黑暗森林法则 和生存是文明的第一需要 似乎早早预示了刘慈欣对中国涉疆政策的立场 纽约克记者惊异于他对新疆的态度 和中共的宣传口径一致 质疑他是否被中共洗脑 并原音小说里澳大利亚人在被奴役后 主动选择极权政体的情节说 人们意识到在这块拥挤且实物短缺的大陆 民主比专制更可怕 现在人人渴求秩序 还有一个强大的政府 渐渐的移居者的社会开始屈从于极权主义的诱惑 就像一块湖面陷入了寒潮 而刘慈欣暗示他被洗脑的是记者 还有其僵化的道德 他说普通人关心的是医疗费 房价孩子的教育不是民主 如果中国民主了将会变成地狱 我将第二天就逃到欧洲或美国 在刘慈欣的笔下 宇宙的冷酷和人类的脆弱 似乎容不下理想主义的奢侈和道德的羁绊 一名科学家的助理在地球崩溃之际 果断挑选了三个最快做对数学体的孩子逃生 任由剩下的孩子等待死亡 独立中文笔会会员广东作家野杜对此表示 作家必须要真诚地级念生活 级念与人类的心灵 审美 不相拥的那种最粗暴的 最自由灵魂的那些建设 而莫言也好 李奇也好 他们都可以说是很典型的宫廷知识分子 美国议员还在公开信中直言 西方企业应在新疆问题上与中国划清立场 与刘慈欣的合作不是傲慢的企业决策 而是共谋 在美国 唯一创作者应在设计人权的社会议题上 言论不当 而事业受挫 屡见不鲜 迪士尼电影《花木兰》 因与新疆政府机关合作 及主演刘亦菲声援港警 而引发了全球抵制浪潮 中国意义作家电视片和商的总撰稿人苏小康认为 刘慈欣已经是斩获余果奖的全球公众人物 粉丝囊括美国前总统奥巴马 更加不能继续主动或默许 中共在新疆的罪行常态化 反人权 违反图施价值做的这些事情 正在成为国际共识 它已经变成一个人们的最低共识 科幻的这个东西本身不是这个内容 但是他的作者 他的发言就是他的政治倾向 美国的议员提出来这个问题 我觉得是正确的 如果对议员的这个提议 认为是违反言论自由啊什么之类的这种说法 这都是事实而非的看法 本台致信多位奈飞高管查询拍摄三体的情况 截至发稿未收到回复 旧亚洲电台记者薛小山 华盛顿报道 美国最新的一项民调发现 虽然民主和共和两党选民 对于中国是否为美国最大威胁的看法上有分歧 但高达8成6的美国选民 在一项对华政策上有高度共识 那就是认为必须制裁侵犯人权的中国官员 以下是本台记者唐佳杰的报道 芝加哥全球事务委员会发布最新的民调发现 美国两党人士在外交政策 国家首要威胁的意见上虽有明显分歧 但一谈到对华政策 美国选民却有一定程度的共识 这份民调在2020年7月针对2111名美国选民进行抽样调查 误差范围在正负2.3%之间 调查发现 美国两党选民在多项对华政策上达成难得的共识 排名第一位的是制裁侵犯人权的中国官员 总和高达8成6 排名第二位的是 美国应与中国协商达成武器控制协议 总和有7成5的支持度 排名第三的是禁止美国公司贩卖敏感高科技产品给中国 第四名是与中国在气候变迁议题上合作 第五名则是禁止中国科技公司在美国建立通讯网络 值得注意的是 两党选民在关税及学术交流的政策上出现分歧 7成6的共和党人支持增加中国进口商品的关税 仅3成9民主党人支持 6成5的共和党人支持限制中国学生赴美数量 近3成2的民主党人支持 被问到美国最严重的威胁是什么时 两党选民的排名则有天壤之别 共和党人的第一名就是中国 民主党人担心的威胁排行榜前七位都没有中国 共和党人认为美国最大的威胁前五名分别是 中国、国际恐怖主义、移民难民、境内恐怖主义及伊朗核武 民主党人的前五名则是新冠疫情、气候变迁、种族平权、境外势力干涉大选 美国经济发展不均 芝加哥全球事务委员会总裁达尔德说 从这些分歧看来 民主党人和共和党人对世界的看法截然不同 自由亚洲电台记者唐佳杰 华盛顿报道 互联网发达的生活中 网络购物已成为人们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随着电商平台和快递行业的迅速发展 相关环保问题也日渐突出 有研究指出 大部分流入海洋的废弃塑料来自中国和四个东南亚国家 而单在中国 快递包装垃圾也在大幅度增加 详情请听记者陈品杰的报道 中国每年向海洋倾倒数以百万吨的塑料和垃圾 在其他国家的水域过度捕捞 大面积破坏珊瑚礁 这是美国总统特朗普22日在联合国第75届峰会上的发言 除了批评中国隐瞒疫情之外 他再度数落中国 污染世界 海洋保护协会在2017年的一份报告中提到 海洋塑料的污染主要来源为亚洲五国 分别是中国 印尼 菲律宾 泰国和越南 这五个国家流入海洋的废弃塑料 比世界上其他的地方加在一起的总和都还要多 美国智库威尔逊中心中国环境论坛的主任吴兰 接受本台访问时说 就流入海洋的塑料总量而言 中国排名第一 他说 中国塑料的数量增长很快 这里有一个不明显但很严重的问题 煤类流入海洋的塑料 最后都会在海洋中分解成微塑料 这会影响着各种物种和整个生态系统 在今天吴兰主持的废弃塑料议题 网络论坛上 中国环保组织林废弃联盟发起人 外界称为垃圾博士的毛达 提到中国快递包装废弃物的现况 他引用一份由绿色和平组织等环保团体 去年发布的报告指出 在中国特大城市中 快递包装垃圾已经占到生活垃圾的93% 他说 我想没有人会反对 电子商务是当今消费者的消费主力 但它也是造成浪费的重要推手 他指出 包装耗材近年来快速增加 包括瓦楞纸箱 珠光带 胶带过度缠绕的编织带 以及塑胶带薄末 但大部分都因为回收价低 回收渠道不健全 而造成环境负担 譬如约有95%的塑料包装袋 因为回收价格太低 而且粘贴了塑料胶带和运单 导致现有的回收渠道无法处理 最终则是像生活垃圾一起被焚烧或是填埋 谈到中国政府的政策 毛达说 他认为固体垃圾相关的法律非常重要 因为这是要求电子商务这类新型企业 替他们的一次性消费品 以及应对政策负起责任 今年1月 中国政府颁布最新的限速禁令 5年内逐步限制或是禁止各种塑料制品的使用 该禁令在2025年会扩展到全国 吴兰告诉记者 虽然各国都颁布相关禁令 但最重要的是从源头解决问题 一种方法是降低对塑料的依赖 停止将原始材料转制成塑料 另外一种是透过强大的回收能力 来关闭这个恶性循环 而强大而有效的回收条件是 要确保这些产品设计是有利于回收的 他巧妙地打了比方 这些政府颁布的禁令就像托把一样 但如果家里浴缸的水满出来的时候 人们会选择托地还是关掉水龙头 自由亚洲电台记者陈品杰 华盛顿报道 听听朋友 接下来我们再关注几条其他方面的消息 香港政府针对反修例运动进行大拘捕 陆续有示威者离港向其他国家寻求政治庇护 英国是流亡人士其中的一道逃生门 英国内政部资料显示 今年上半年 接获11宗港人的庇护申请 已多于去年全年的8宗 香港民间组织民阵 于9月24号计划于10月1号在港岛举行游行 星期五已经收到警方发出反对通知书 民阵表示会提出上诉 日本首相菅义伟 9月25号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首次举行电话会谈 据日本共同社25号的报道 着眼于发展日中关系 双方愿意为日中关系稳定 共同负责 这是2018年5月以来 日中首脑首次举行电话挫伤 美国的特朗普政府和中国的对立计划 中国也可能有意彰显与日本的友好关系 中国大陆通讯和手机商华为技术有限公司 位于东莞的实验室 9月25号下午起火 但东莞市宣传部表示 是华为的建筑物着火与实验室无关 事件中无人伤亡 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日前在接受纽约邮报采访时表示 纽约中领馆正被中共用作在美国从事间谍活动的主要中心 蓬佩奥说 他们在从事一些活动已经超越了正常的外交活动的界限 更类似于间谍所做的事情 另外 蓬佩奥在9月27号至10月2号访问南欧期间 将与梵蒂冈国务卿 书基主教 以及罗马教廷与各国关系部长举行会谈 并计划在一个以外交努力促进与保护宗教自由的教廷研讨会上演讲 各位听众 这次的亚太报道播送完了 谢谢收听 祝您周末愉快 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